可能谈到一些比较明明 谈到 谈到 其实还想要再请问一下 不要看 帅帅 大家好 我是六月 那我今天音量这么小呢 因为我又来到了片场 我们现在来 好 来 但今天这个不是戏剧类 是主持类 就是我们全一凤大姐 主持的第二季的全听你说 说真的啦 我不知道自作人是要爱我呢 还是要害我 他就是说我要找一个主持人 来主持重量级嘉宾 我想说什么呢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是一凤写我 那我现在呢 在做着准备 因为我明天要去访问一个 我会很害怕的一个人 因为毕竟他是我们演艺权的前辈 主持风格很犀利的主持人 所以你想要一个主持人 要去访问另外一个主持人 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我现在就在做着我的功课 要最短的时间内 把所有的影片看完 然后才更了解说 整个节目的形态是怎么样子 这些都是需要一个思考的过程 然后自己消化一下 明天才能够去访问 OK 所以我现在就努力一下 然后明天 加油 看一下我会不会是 从此以后退出演艺圈 我好像还没有真的进入演艺圈就要退出 都没有人认识我 那我就要走了 好啦我会继续加油 拜拜 他要玩的就是我的死气道 好 好 快快 他们要接受 我们接下来 快快快 谢谢凤杰接受我们的访问 不要这样说 谢谢你们来我们的节目住场地 来真的有缘访问 我原本都是我访问的人 我其实不是很敢坐在这里 我觉得我不敢跟你平起平坐 我是不是应该要归下来访问 这样比较好 这样子人家就说我欺负人了 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节目 轻松啊 好 那就大家轻松一点 就你有话直说 好 我先打掉叫我家人那个绿豆汤 玩意 第一系列的得奖 就是对于得奖的这件事情 再来做第二系列的话 会不会对你来说 主持起来感觉上会不一样 第一系列结束的时候 他们第二天就知道 这要做第二系列了 怎么快 跟得不得奖是没有关系的 最后就不能说他得了奖 我们快点来做第二系列 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在知道入围什么 我们就已经在筹备 所以不会因为它是一个得奖节目 而被特别的辛苦 要去揣摩说我们该怎么做 当然 我不可否认的 就是观众会更多的期待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想法 要做第二系列的话 有想说要跟第一系列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他们这一次 我觉得挺不错的 就是安排吃东西 就是因为有一次 Janet奥上节目的时候 他们发现我可以三秒吞一块蛋糕 对 我要看到他们一起 你想说 哇好吃 好吃 然后就镜头一起扣上你 三秒三口就吃下去 他就觉得吃东西可以让人家 缓解他们的紧张气氛 吃东西可以让人家快乐 然后吃东西可以让主持人跟嘉宾 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凤姐还想请问一下 因为毕竟有的时候你访问一个人 可能谈到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 就是讲到一些比较敏感 或者是他有一点不舒服 就可能可以掉眼泪的这种话题的话 你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鼓励他继续讲下去 或者是说你会怎么样去处理 掉眼泪跟不掉眼泪 好像大家在第二系列 都很期待的一个重点 因为第一系列真的很多人都在掉眼泪 包括凤姐自己 访问一个人会有一点感动情绪的时候 都是有一点痛的点 那个点问到就好 他愿意带出来感谢他 再深一点就不需要了 那你就要开始手下留情 因为我觉得访问人很难的一个地方是 很容易问到一些很官方 或者是很笼统的答案 如果凤姐你遇到像这样子的来宾的话 你会怎么样去处理他 就给他自由发挥 真的吗 因为这个就是他的人设 为什么你一定要去瓦解一个人 试图去改变一个人 只要嘉宾讲得出的答案 就是答案为什么要去否定他 为什么要去怀疑他 可能曾经我也有碰过类似这样的人 我试着去瓦解他的内心 再去问深一点 可是我觉得这样对被访者是一种很残忍的一种 折磨 因为他已经给你讲我就是这个样子 你为什么要去否定怀疑他 比如说有些艺人他们不喜欢讲他们的 关于家里的人的生活跟事实 那我就会问他们 所以你家里的人这些事情什么什么 他就讲说我 不想要我的家里人曝光 因为他们有必须要什么什么什么 就好 那我们就挑下一个问题 你一定要帮观众朋友问嘛 他一辈子都不说 他这个他的习惯他的想法是为了什么 他讲出来了那就好了就不要再问了 那为什么不要呢 你家里人曝光会怎么样呢 那如果没有 那是不是先打了嘛 其实还想要再请问一下说 不要看嘛 我确定你说四个钟头头 不要搞 真的拿我的稿出来 二十篇纸 如果遇到就是不熟悉的人的话 要怎么样就是可以让他很快速的就进入状况 就对你产生那种信任感 所以上节目的时候可以慷慨而谈这样 这个我也其实一直在问我自己 我一直给人家很大的那个磁场 我已经假装做到很友善了 你看我跟他做法 我看人家感觉装二十岁 他感觉像四十岁这样 我就故意这样友善了 比如说阿Ben来我们节目的时候 阿Ben是很怕的 他整个人一直在发抖的 然后我就尽量靠肢体员这样跟他讲话 然后这样 就让自己的姿态很轻松 然后如果我跟你讲话的时候我会像这样 然后我这样 就感觉很严肃 对啊 然后打了对我就这样 开始 然后这样 我就姿态都这样很轻松 肢体语言很重要 凤姐是主持人嘛 那如果有一天是你可以换一个身份 然后你是做被访者 那你会希望是谁来访问你 没有 没有 我一层想上这类型的节目 非常好啊 就是有人会开始一直问你人生的问题 过去 现在 将来 你没有想到的问题都被问到 有些人问了之后都感觉上了一堂算命课 你明白吗 看了心灵辅导课 我觉得真的他们都被问到很爽 然后他们有时候上节目都会跟他讲 我可以给你什么 因为他们很想要给你什么 或者是他们也想被问到 他们到底自己内心缺乏什么 拥有什么 少了什么 当然有人问你说 你这辈子最开心的什么事情 你这辈子最爱的是什么 你都会觉得 我从来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挺好玩的嘛 会像跟人家聊天 所以我很想让 但是问题是我 不想给人问 可以吗 你这样的问题 就是有人要take over我 没有 没有 就是我暂时还没有想过说 要先酝酿这样一定的默契之后 然后再被访问 因为现在我觉得跟我们整个团队 开始在问人 在事先铺排 都已经有很好的默契 所以再组织一个团队 然后说忽然谁谁谁 叫我上节目 然后他们要问我 我可能不信任他们 明白 那有没有谁是你很想他上 但是你一直要不到他上的 就在网路上很多人都一直在喊着 就是希望瑞恩能够上节目 还有Rebecca 还有七语五 这些都是观众朋友们在期待的 也是他们帮我们节目在呼吁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档期可以 你对我们足够的信任 然后你也想要参与的话 然后你想要了解一下人生哲学 让我来帮你算一下命这样 然后你可以来报名参加 好 所以我们就今天谢谢凤姐 我终于访问完了 我紧张 但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会不觉得 所以感觉我没有冒汗还是怎么样 我跟你说 因为我紧张的时候我不会冒汗 但是我的脖子会很红 不会再讲第二个我害怕 就是访问的人 真的太笨 我们绝对不要再自己挖洞 给自己跳 因为我们制作人绝对会叫我们跳 然后他就会排全程拍你怎么跳 跳之前你是什么心情 跳完后你是什么心情 挖出来之后你又是什么心情 他们绝对会这样子做 演艺圈真的是很现实的一个地方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进来的话 就不要再进来 不要跟我抢工作好吗 但我还是觉得很开心 可以访问到凤姐 然后他人其实私底下是很友善的 然后也会 就你可以看到访问中间 他有觉得我很紧张的时候 他就试图用一些肢体语言 然后他用Ban这样的方式 然后看着我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主持人 就是要让双方都不紧张 这样子的情况下的话 才可以完成一段很好的访问 所以希望下一次 不要再给我这么难的课题了 好吗 至终我相信你是爱我的 不是要害我的 拜拜大家 第二系列的全听你说已经上线了 这一系列呢 还是有很多艺人和名人来上我们的节目 现在就到Mi Watch去追看吧 如果你喜欢我们视频的话呢 记得点赞和订阅 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小铃铛通知 视频不漏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